我去看了它的Aktro Site 它Sales都漂亮了 每个Sales都漂亮 但是它的Aktro Site可能就会给你感觉到 它会比较industrial area一点点 这种说法 欢迎回到静说大实话系列第四集 今天我们就来揭晓一位网友提到的一个Resident 叫做The Atea Resident 就在Asia Jaya TJ的中心 它的三好三大不好 这样其实我了解The Atea Resident也是蛮久的一段时间 第一点它的地理优势其实蛮不错 因为它是Sales在PJ的中心点里面 是最不错的 就是比较Ruby Sea Park 因为Ruby Sea Park它的发展商 其实之前是很多年是公布过 就是有这个Blacklist的过 这样如果我们看了去Aterra的话呢 它在PJ的中心里面的Asia Jaya 它是最后一个Condor在PJ中心 第二它是有LRT可以走路到的 而且还有Car Workway 400名可以到 第三它本身的发展商Paramount 也是在Condor property界里面 其实是蛮出名的 至于为什么我本身没有买Aterra呢 其实这个看个人 上次我觉得Aterra我去看了它的Alture Site 它Sales都漂亮了 每个Sales都漂亮 但是它的Alture Site可能就会给你感觉到 它会比较industrial area一点点 因为那边会是比较多lite industrial 跟少少的一个工业区 所以这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呢 其实你注意到它的Side 在Copper Mansion的隔壁 它的对面呢 其实它会有一个所谓的高电压 High Tension Cable 所以看你本身你的健康方面 或你自己本身会不会很介意 这个High Tension Cable 第三其实它就本身的Access 如果你注意到你从Federal Highway 一进去Aterra呢 你是只有一条路可以进去 然后它的这个Density方面呢 其实还是过后会有三个Block 所以这些就是可能会是一些考量在于Aterra 但是如果你真的你只喜欢PJ中心 你真的也一定要走到LT的话 这样Aterra也是你唯一的选择 所以这个是关于Aterra的三好三不好 如果你还想知道哪一个Project 它的三好三不好 或它的这个Comparison的话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 我正总说方马上给你解答 我们下一期再见